中国是否准备入侵台湾 这个问题引发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6月举行的一次听证会 USCC是一个由政府资助的组织 负责关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在听证会上 委员们听取了有关中国正在囤积矿产和其他关键资源的报告 这可能是战争的前兆 特别是试图入侵和接管台湾的前奏 De Grazia Minerals公司的Gregory Wisher在一份准备好的声明中告诉委员会 中国中央政府囤积矿产是其可能准备入侵台湾的一个潜在迹象 Wisher接着说 中国的战略储备由国家粮食和战略储备局管理 负责管理中国正在大量囤积的铝、骨和铜等矿产 这很可能是出于战略原因 囤积不仅是为了克服各种资源的生产短缺 也是为了在一个国家失去国际认同时 绕过资源采购和购买方面的困难 如果中国试图对台湾进行军事接管 它肯定会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失去认同 中国越来越警惕国际社会遏制其增长和阻碍其崛起为全球大国的努力 印度塔克沙希拉研究所的Manoch Kawaramani在证词中说 在2023年3月的两会期间 习近平直言不讳地表示 中国的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不可预测 他指责美国对中国进行全方位遏制和打压 这是习近平罕见的直接指责 至少有两名证人将中国目前囤积关键资源的行为 与1930年代后期纳粹德国的囤积活动进行了比较 特别是在1939年入侵波兰之前的准备工作 微社证实 德国在1938年和1939年囤积了大量铜 当1939年9月入侵波兰时 德国拥有的铜储量足以满足近9个月的估计战时消耗 微社接着说 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攻击前几年也对西河旅土矿等矿产做了同样的事 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的Gabriel Collins说 纳粹德国在1930年代中后期未战争做准备时 煤炭产量激增 从希特勒1933年上台到1939年入侵波兰期间 德国的煤炭产量几乎增加了一倍 没有什么比提及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与纳粹二战前后 统治德国之间的任何相似之处 更能引起中共的愤怒了 Collins更关心中国囤积石油 而不是维持煤炭和天然气供应的努力 Collins在证词中说 过去十年 中国企业在涉及所有三种核心碳氢化合物能源资源方面 进行了大规模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在这三种资源中 石油引发了最深切的担忧 他说 石油是中国能源安全焦虑最为急迫的项目 也是为现代工业战争机器提供动力的能源来源 追求自己自足 主导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实践 这计源于围城心态 也源于国家的实际需求 正如美国农业部的Gustavo Ferreira指出的那样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生产国 他在大米和小麦等主要作物方面 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自己自足水平 但同时 Ferreira表示 中国的食品系统存在脆弱性 因此 中国依赖进口玉米和大豆等关键农产品 并且是这些产品的全球最大买家 事实上 Ferreira指出 中国吸收了世界60%的大豆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 囤机并非中国独有 正如特洛伊 卢尔在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法律评论中解释的那样 有目的储存资源 以应对紧急情况 是一种古老的策略 用于应对预期的关键食品短缺 中国人自己也并不陌生囤机 历史的讽刺是 正是一个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中国粮仓储存系统影响了美国储备的发展 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 美国商务部长亨利 华莱士了解并推广了一种始于公元前一世纪的中国粮食储存系统 这种被称为长平仓的系统在几百年后的清朝在全中国各省推广开来 长平仓的目标是通过保持粮食水平常态化来稳定粮食供应 这不仅确保了在收成不好的年份有足够的供应 而且粮食价格也保持稳定 华莱士从中国的例子中采纳了囤积的原则 并将其体现和实施在1938年的农业调整法中 不仅是学者和立法者在质疑中国购买粮食和其他主要商品的行为 交易员也在问中国在为什么做准备 今年3月初 AGWeb报道 从玉米到高粮 甚至大麦 中国继续购买饲料粮 不管购买激增的原因是什么 有一点是明确的 中国正在囤积粮食 AGWeb报道 StoneX集团首席商品经济学家阿兰 苏德曼质疑 为什么中国要从乌克兰购买风险和成本较高的玉米 这需要通过红海或绕过非洲南端进行运输 苏德曼告诉AGWeb 根据我们在中国的私人消息来源 中国刚刚获得了丰收 所以他们购买玉米是很讽刺的 苏德曼接着说 他们认为中国的玉米产量比政府愿意承认的要大 毫无疑问 中国正在囤积远超和平时期正常水平的资源 然而 值得考虑的是 中国庞大的囤积基础设施是否可能是一种让西方国家感到不安的策略 正如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和世界各地的报道所显示的 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正在囤积 美国并不是唯一对此感兴趣的国家 全球的交易员 生产商和政府都在关注并提出问题 囤积了多少 目的是什么 对这种囤积行为的非常复杂的分析 尤其是加布里埃尔 科林斯向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证词 不仅讨论了囤积本身的问题 还提供了确定什么被储存在桶仓 洞穴和其他地方的方法 中国政府会阅读或听取听证会的每一个字 以及其他放大中国囤积和储存信息的声音 他们知道无法完全秘密的囤积 中国共产党非常擅长使用宣传工具和手段 据估计 中国政府制造了4.51条假社交媒体帖子 以分散中国公民对更实质性问题的注意力 注意中国对非洲媒体的接管 成功地将公众舆论操纵到有利于中国的方向 过去和现在都有无数的宣传运动 说明了中共倾向于将现实操纵成 更有利于其政治优势和喜好的另一种叙述 囤积有很多原因 为战争做准备 对竞争对手施加影响 控制市场 偏执 缓解国内对粮食短缺的担忧 激起国际对战争的恐惧 管理形象等 中国喜欢看起来强大 坚强和不可战胜 囤积确实可能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 夺取台湾的后果 然而 当中国正面临来自欧洲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批评和制裁时 大规模购买也可能只是一种炫耀肌肉 和显示实力的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